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美国将会发生一件大事 这个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总统拜登要在白宫 跟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国会领袖 来商讨这个提高国在上限的问题 现在提高国在上限这个问题 两党陷入了激烈的对抗 两党除了在抗中问题上比较一致之外 其实在国会两党很多议题都针锋相对 那么现在提高债务上限肯定也是 我们知道联邦债务上限不提高的话 会有严重的后果 这是都知道的 但是问题是联邦债务上限不断的提高 也会令到美国的债务陷入灭顶之灾 每一届总统都说要紧缩联邦开支 要降低联邦债务 但是没有一任总统能够做得到 好了 现在如果联邦债务上限不提高的话 美国很多的债务叫违约 一违约的话 那么当然对美国 对环球经济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发生的事情 如果一旦发生债务违约的话 可谓惊天动地会天塌地线 这个都知道了 但是如何提高国债上限 其实美国国会众议院 已经通过了提高国债上限 不过有附带条件 这个附带条件呢 就是让拜登政府降低联邦开支 并且有具体的项目 比如说领一些社会福利的门槛啊 比如说要拜登取消 对这个学生贷款的这个抵消的政策等等 那么国会众议院通过了 因为国会众议院在共和党的掌控之下 217票勉强通过 这个新闻我们过去讲过 接下来呢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肯定 共和党人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个法案通过 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有这个微弱的多数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如果两党在这样针锋相对下去的话 6月1号是最后限期 这是美国财长耶伦说的 过了6月1号呢 美国将会出现债务违约 怎么办呢 按照共和党的说法 好办啊 只要你拜登政府愿意降低联邦的开支 那我们就同意提高国债上限 皆大欢喜 但是拜登说不行 提高联邦的这个债务上限 不可能有任何前提条件 因为过去以往政府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呢 也没有先缺条件 其实拜登这个说法是不完整的 过去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在提高联邦债务上限这方面呢 一直都有针锋相对 那么最后是靠大家妥协 这个妥协未必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这个 有具体指标的降低联邦开支 但是妥协肯定是有的 但是拜登现在说不可能妥协 因为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 如果两党在针锋相对下去 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现在拜登找了两党的国会领袖 到白宫去进行商谈 拜登表面上好像很强硬 但是呢 拜登我觉得在这点上 他越是表面强硬 他越有这个回转的空间 越有妥协的空间 在这个联邦债务上限问题上呢 民主党人很多一些国会当中的 民主党议员呢 或者一些民主党的一些幕僚 一些所谓的测试 他们在这个提高联邦债务上限方面 比拜登要强硬很多 比如说有人说可以通过这个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第四部分 来让拜登可以绕过国会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那么这个问题就大了 因为如果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可以绕过国会的话 换句话来说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谁当总统 谁掌握了白宫 以后美国的联邦债务上限 就可以无限制的提高了 真是这个第十四修正案 能够让拜登拥有这个权利吗 我们现在说这个第十四修正案 它是什么时候通过的 它内容是什么 整体的内容 我们就没有必要每一条讲了 我们先说这个联邦债务上限 是美国内战之后所通过的 而十四修正当中 第四部分是怎么说的呢 为什么有些所谓的法学专家认为 拜登可以用这个第十四修正案 来获得绕过国会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权利呢 在这个第十四修正案的第四部分 是这么说的 他说美国的公共债务的合法性 是不应该受到质疑的 所以有一些所谓民主党的法学专家认为 因为美国的公共债务的合法性 不应该受到质疑 当这个公共债务出现违约的风险的时候 拜登可以绕过国会 无限度的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我不是什么法律专家 我光是从这个逻辑关系来看呢 这些所谓的法务专家 肯定是在胡说八道 因为美国国债的这个合法性 跟有没有钱还国债 这是两回事 现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 就这个提高国债的争议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要不要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其实是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借债来 借新债来还旧债 如果我们还不起旧债 我们借不了新债的话 那么旧债就会出现违约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还不还得起债的问题 不是这个债务合不合法的问题 你不能说我找银行借的钱是合法的 那么所以呢 我继续找银行借钱来还旧债呢 依然合法 银行不借钱给我呢 就是违反了法律 很明显这种说法就是胡说八道 其实一些拜登身边的幕僚 或者一些有理智的内阁官员 包括耶伦 他们都知道 用这个所谓的第十四修正案 无限度的绕过国会 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一定会产生法律风险 而在拜登身边的法律顾问看来呢 这个法律风险 政府没有多大的迎面 一定会在未来的司法诉讼当中呢 一定会输 因为最终这个司法诉讼 一定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负责解释宪法 那么所以这个第十四修正案 是属于宪法的范畴 民主党人也知道 这个所谓的绕过国会 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就是恐吓共和党人的一句谎话 共和党人会受到恐吓吗 我们刚说了 美国国会众议院 已经通过了一个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有条件的法案 那么在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又如何呢 最近国会参议院当中 共和党犹他州的参议员李迈克 牵头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呢 总共有40多位共和党的参议员签了名 这封信的意思呢 就是不会支持没有实质性财政改革 而提高国债上限的法案 换句话来说 拜登政府不减少联邦开支的话 那么共和党人在参议院 不会同意通过这个所谓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法案 在国会参议院当中 民主党人虽然有微弱的优势 但是过去民主党人如果想靠这种微弱的优势 来通过一些重要法案的话呢 一定要国会参议院当中的意识程序官 告诉这个国会议员 他们可以用所谓的协调方式 就是简单多数来通过这个法案 但是问题是 如果全体共和党参议员投下了反对票 而民主党所有的参议员会投赞成票吗 哪怕是简单多数他们能通得过吗 我想最起码习纳玛跟曼钦 这两位民主党的温和派的议员 或许会投反对票 而习纳玛呢 其实已经退出了民主党 变成了一个独立身份的一个议员 所以说如果一旦 在这个提高联邦债务上限上 共和党民主党争执不下 没有办法通过的话 那么这对拜登政府 对拜登2024的选情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现在因为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国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 正在针锋相对 而拜登呢 今天将会把两党的领袖 叫到白宫去协商 表面上看 拜登态度很强硬 说这个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不应该有任何前提 但是呢 拜登也说 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空间 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能不能成功啊 这涉及到拜登 接下来两年的施政 当然也会影响到 他在这个2024总统大选 2024现在拜登已经宣布了 要竞选连任 但是最近呢 有个非常奇怪的民调 说拜登的这个执政声望 已经跌到了谷底 那么如果2024 他跟川普对决的话呢 拜登会败 哪怕他跟共和党 另外一位有可能选总统的政治人物 德昌提斯 就是现在佛州的州长来对决的话呢 他也会败 为什么我说这个民调有点奇怪呢 因为他是左媒做出了民调 这个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这两家公司联合做了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结果一出来啊 连很多保守派媒体 比如说美国的Politico 也在报道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的数字是这样的 现在拜登的整体满意度呢 只有36% 低于2月份的42% 比去年曾经创下的一个低点 37%还要低 而拜登的反对率呢 则达到了56% 其中有47% 就将近一半的人 强烈反对拜登 2020年曾经投票给拜登的独立选民呢 现在对拜登只有57%的支持度 有30%反对 这里特别要说啊 他做这个民调是把拜登和川普 在2020的这个中间选民做了一个区隔 就是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中间选民 对拜登怎么看呢 就是有57%支持 30%反对 那么2020年投票给川普的中间选民怎么看呢 他们有96%反对拜登 反对拜登当然也就意味着支持川普 最起码大部分人支持川普 所以拜登在这个左派媒体所做的民调当中呢 很多数据都输川普 比如说经济表现 以及他的身体健康的状况 拜登支持度下滑的原因呢 当然是经济 因为他在这个就任的时候啊 美国的经济成长是强劲的 那么而现在在拜登当了总统两年之后呢 美国的经济成长到底如何呢 拜登说我的经济数据很好看 那么拜登最拿得出来说的 就是美国的这个失业率还很低 就业市场还很强劲 但是这个我们说过了 现在有大量的企业招请不到员工 因为呢 人的基本薪资被拜登上任 这一年多两年呢 已经把它提的很高了 所以很多企业请不起员工 美国民众对拜登经济最负面的评价 当然是因为通货膨胀 现在联邦储备局加息了这么多 加到令到很多大企业都说承受不了 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 通货膨胀有明显的下降 达到了联邦储备局的目标2%吗 还差非常长的一个距离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呢 拜登当然是因为他的这个身心状况 拜登经常说胡话 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上飞机偶然会摔倒 大家也习以为常了 根据这次华盛顿邮报所做的民调啊 2020年的时候有多少人认为拜登的心智 不能够当美国总统呢 当时只有43% 那么这次民调有多少呢 63% 其实去年都已经达到了54% 所以看来选民对拜登的身体状况啊 十分的不放心 那么好了 如果2024拜登和川普对决的话 有多少选民会投给川普 有多少选民会投给拜登呢 根据华盛顿邮报这个民调 说有44%的人肯定表态会投给川普 38%的人呢 表态会投给拜登 18%的人呢 没有决定 那么我们说过了 中间选民是最重要的 在中间选民当中啊 也有大部分人要投给川普 华盛顿邮报这个民调 真是让很多支持川普的人 觉得非常开心 但这确实是真的吗 华盛顿邮报的民调当中啊 还讲到了 如果拜登跟德昌提示对决的话 将会如何呢 根据民调的结果呢 是如果德昌提示选总统的话 有42%的人肯定 或者可能会投票给德昌提示 那么投给拜登的有多少呢 只有37% 所以呢 德昌提示对阵拜登 同样会获得2024总统大选的胜利 我为什么对这个 华盛顿邮报这个民调 我觉得十分值得怀疑呢 我们知道左派媒体 在过去的民调当中啊 一定是支持拜登反对川普 但是这次华盛顿邮报 却来了个大翻转 认为川普和拜登对决的话 川普会赢 而川普在党内的竞争对手 德昌提示对决拜登也会赢 那么是不是说 2024共和党肯定能夺得总统大位呢 这些左派媒体 真是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吗 我个人非常怀疑 我看了一下 华盛顿邮报这个民调 他似乎想讲出几点 而这几点 如果你认可的话呢 他就达到了一箭三雕这个目的 首先呢 第一个目的 我们知道民主党内 有人不喜欢拜登 什么人不喜欢拜登呢 极左派 因为他们认为拜登不够左 民主党这些极左派呢 只有更左 没有最左 所以他们希望拜登的政策要更左 但是呢 拜登最近呢 很多政策都学习川普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他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 对于希望在美国实现共产主义的 民主党极左派 当然不满意拜登 他们希望拜登能够退选 那么如果拜登退的话 谁能够成为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呢 在民主党极左派的角度 当然是希望贺锦丽 所以说 华盛顿邮报这个民调 第一件就是希望 让民主党的极左派 有一个他们满意的这个候选人 第二件呢 当然希望共和党推川普出来 因为民主党现在打压抹黑攻击川普 起诉川普的计划 有的是 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在这方面呢 让川普受到攻击 保证民主党在政治上有 这是一件当中的第二雕 那么第三雕是什么呢 当然希望德桑提斯看到这个民调 觉得自己有能力跟拜登一较高下的话 那么德桑提斯第一个任务 就是在党内要打败川普 这样的话 民主党很快就会看到 共和党内部陷入了纷争 陷入了对决 川普跟德桑提斯 一旦在这个总统候选人方面对决的话 一定会把两个人支持者的票给分散了 那么未来在总统大选 无论是德桑提斯 还是川普代表共和党出来选总统 他们都会因为党内的这个决裂 让党内的一些支持者 放弃了对这两个人当中一个支持 这样民主党在大选当中 一定就会获得优势 所以说现在拜登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 就是在这个提高国债上限上 拜登如果向共和党让步太多 那么他在党内的压力将会更大 因为极左派更加不喜欢拜登 而拜登如果不让步的话 他将来未来如果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的话 对美国经济的冲击 选民会把这笔账算在拜登的头上 所以说拜登为什么在这个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这个事情上 有可能向共和党让步 但是这个让步又让拜登非常难拿捏 如果让步太多了 对他不利 让步太少了 共和党也不会放过他 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美国发生的大事 就是拜登跟两党的国会领袖 在商谈这个提高联盟债务上限呢 不过说到头 现在离6月1号还有一段时间 拜登还会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那么至于这个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最终会如何的落幕呢 那还有待我们观察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